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影视星期点,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点点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婴儿因意外获得超能力的故事 故事的开头,天空中下着大雨,老王的妻子小美即将生产 不幸被闪电劈众没能活下来,只留下他们获得超能力的孩子小王 老王伤心至极,不承认这是他的儿子 专研很多年过去了,小王的祖父去世 小王被迫生活在农场的地下室里 好心的社工发现他熟读经书,决定抚养他并带他去上学 上学的第一天,他雪白的皮肤便受到同学们的排斥和嘲笑 教授给同学们展示电流的传送时,却被小王这个巨带的电解体吸引了电流 老师同学们发现了小王的秘密,并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更多人 警方知道后抓走了小王,在警局做了一系列测试之后 发现小王是个少有的天才 在小王表示只想回家后,警察放走了他 回家的路上,小王遇到了警察局副局长一伙人,打上了一只鹿 小王走过去感受到了鹿的悲伤,于是他很愤怒的保护鹿 但鹿还是死掉了 警察局长带他回到警察局盘问事情的缘由 小王在悲伤与愤怒中炸掉了灯管和窗户玻璃后回了家 教授找到小王,抚慰了小王受伤的心,他们成为了朋友 警察局长打猎时,副局长告诉他小王能感知生命的事情 于是局长将小王带到了自己病重卧床的妻子跟前 他想知道妻子在想什么 小王感知到妻子想见到自己的儿子 儿子最终感到一家人和好如初 小王回到学校后,在学校受到的欺辱依旧继续 一天,被小王感受到内心的男孩子脑球成怒 脱了小王的衣服 小王因巨大的愤怒产生了电波,误伤了其中一位同学 小王感到很是后悔 于是用自己身体上的电流为那位同学做了心脏复苏救活了他 同学们决定帮助小王回到原来的农场 回到农场的小王发现这里空屋一屋 他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里 随后赶来的社工安慰了小王 后来,小王因为制造又一起恐慌被警察找上门 社工和警察局长想帮助小王逃走 但小王迎着闪电跑了过去 他永远的消失了 但他又永远的活了下来 看完这个电影,点点想问大家 如果你身处在因为外表和超能力就会被排挤的地方 你还会保持善良吗? 好了,本期的影视新奇点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点点的,要点点点点点,点关注哦